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資入古漢堡港可能胎死腹中 世界小姐中國區候選人被揭造假 中共領事再出揚相 貼美國侵略史被稱無知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中共近來在外交上的連連失利 也令中共外長王毅無所釋從 一陣扮演虛張聲勢的戰狼 一陣又不得不認低威 好像不斷變臉的小丑 疫情以來 習近平鮮有出國訪問 確讓王毅四處跑 王毅對習近平言聽雞從 但近日有報導透露 儘管王毅現在是中俄俗心的堅定支持者 但據內部匿名人士爆料 王毅曾經在早期對習近平和普京的結盟 表示過懷疑 德國之聲報導 時評人士長平指出 這個消息引爆了一個炸彈 令外界對專制政權內部的忠誠度更加懷疑 也對他內部的權力鬥爭感到必然 報導稱 王毅80年代初進入外交部 事後過被外界認為 路線方針和個人做法大不相同的多個老闆 甚至胡耀邦也曾經對王毅讚寫的講話稿 讚賞有加 這樣成為他在試圖飛黃騰達的起點 另一位被人當作改革派的中共領導人溫家寶 似乎對王毅也頗為滿意 而王毅現在成了習近平當政以來 任職時間最長的中共外長 長平表示 從禮儀外交到粗魯外交 再到戰狼外交 是因為中共認為這樣做更有利可圖 王毅早期是否對習近平和普京結盟懷疑 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現在的表現令習近平滿意 他現在成為了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全球野心的宣傳者 另據報導 被稱為習近平身邊最危險的人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已經連續消失25天 引發外界猜測 有分析認為 隨著中共二十大臨近 主管意識形態的王滬寧 可能正在幫習近平籌備二十大報告 鑑於王滬寧極擅長為中共黨魁搞絲相包裝 已經成為先後三任黨魁的政治化裝師 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到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 再到習近平的習思想 都出自王滬寧之手 連美國著名媒體人 佑爾特·休·休韋特也認為 王滬寧在意識形態上 對習近平有超常的影響力 據此認定 他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人 有分析認為 王滬寧不斷被習近平 灌輸馬克思主義迷雲湯 從女妾恐殺 到內政外交連續被習近平挖坑 四年多時間 就令習近平 將一手好牌打成爛牌 接哈利 外界正在關注 王滬寧在二十大和以後 還會出什麼有損害的招數 令習近平繼續屢外不是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前一陣子因被曝光 因為精神心理問題和家暴勾打老婆 一度銷聲匿跡十幾天 不過近日 他的推特帳號又開始活躍 頻頻發文和轉推 但他一出手又犯錯了 被指拍馬屁拍在馬腿上 8月23日 趙立堅在推特帳號上 轉發了一段影片片段 顯示從慶市圖書館外 很多人正大排長龍 他特意用英文配上文字說明說 重慶 人們排隊正等候圖書館開門 然後 又自以為是地寫下 知識就是力量 以此為官方宣傳所謂正能量 沒想到 很快就慘遭中國網友揭穿 自打嘴巴 上海外籍人士周力克 Peter Joliker揭露真相說 事實上 這是因為圖書館裡的冷氣 還有電力可以運作 也就是說 因為重慶持續高溫還限電 民眾只好到有電力供應的圖書館 排隊等著碳空調 說到底 這個現象還是因為當局的措施導致 而推友也留言反擊 難道不是熱 那是去避暑 空調就是力量 還有人嘲諷說 趙立堅的工作性質 很難不得精神病 他的病應該算工傷吧 但是趙立堅並未停止 他同一天在推特上轉發 台灣同胞就是中國公民 有困難請找中共大使館的一封信 那是8月20號 中共駐簡報寨大使館 針對部分台灣人被騙到簡報寨 身陷詐騙案等 只在簡報寨台胞的一封信 信中稱 無論中國公民在簡報寨遇到何種困難 都可以直接聯繫駐簡報寨使館 使館將向包括台胞在內的 所有在簡報寨中國公民 提供及時高效的領事保護服務 結果很多網友跟帖反問 中共大使館連大陸人都不管 還管台灣人? 即使管了 那不是第二次私害嗎? 鐵鏈女解救了嗎? 唐山殺人犯暢缺了嗎? 保護散關係人落馬了嗎? 一群貪得無厭的土匪 禍害整個天朝70多年還不夠嗎? 如今已經禍害到了香港、澳門 甚至禍害到了緬甸、柬埔寨、烏克蘭 只要有你們蹤影的地方 就有人受害 中共企業正著手 將隻腳插入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 也就是德國的最大港口漢堡港 這樣看似是已成定局的交易 就在臨門一腳的時候亮起紅燈 德媒爆出 雖然漢堡港對中資入股表示歡迎 但德國政府可能會出手阻止 據德媒報導 漢堡港營運商HHLA 實際上已經與中共國有企業 中國遠洋運輸公司達成交易 中資將買下托勒奧特 托羅羅特貨櫃碼頭35%的股權 但是 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 Robert Harbeck擔心中遠入股 將增加對中共的依賴 打算否決這筆交易 無論是與中國還是與俄羅斯打交道 德國顯然已經從此關注眼前利益 而做出的很多決定中吃了不少斧頭 特別是在疫情和俄烏戰爭期間 依賴獨裁政權造成的疼痛集中發作 德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共的觸覺和野心 德媒指出 德國政府對中遠入股漢堡港碼頭有疑慮 不想讓碼頭等基礎建設落入中共的手中 聯邦內閣將討論 禁止非歐盟收購方 在跨部門投資審查過程中 收購德國國內公司股權這一點 對漢堡港營運商來說是一個沉重打擊 他們指望中資入股能實現增長 因為中遠承諾交易達成之後 航運公司會把漢堡港作為首選轉運點 分析人士指出 中共插手漢堡港不僅僅限於貨物爭奪戰 而是野心勃勃地追求全球港口的控制權 在經濟外衣之下是它的霸權和軍事野心 此前中共領導人曾多次鼓吹建設海洋強國 其中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就涵蓋港口 但近年內國際形勢的根本性變化 令中共的野心遭到沉重打擊 第七十一屆世界小姐中國區大賽候選爆出醜聞 25歲候選人聲稱金融碩士的秦澤民 將代表中國區出戰全球總決賽 不料被爆出疑似學歷造假 和空降逮捕參加決賽 主辦單位24日在官網發布聲明 稱已經接獲投訴將展開調查 如果違反規定將採取適當行動 據這一屆世界小姐大賽微信公眾號介紹 秦澤民從事電腦工程專業 跨航公讀金融專業的碩士學委 先後在幾家知名企業實習 還在安信證券擔任助理分析師等等 消息很快在社交媒體傳播 更成為金融圈人士的話題 但很快 網民發現世界小姐中國區組委會 在14日取消了原冠軍 阮穴的冠軍資格 理由是收到舉報信 調查發現 阮穴存在違反世界小姐促進世界和平 樹立結出婦女榜樣的宗旨的系列不當行為 因此被褫奪銜頭 隨後組委會就宣布 秦澤民代表出戰全球總決賽 但秦澤民既不是排在冠軍 遠月之後的第二名 甚至不是第三名 網民紛紛質疑說 冠軍取消了 不是應該亞軍上嗎? 為何來個沒名次的寶上去 令家親戚呀? 還有人說 那個原冠軍被褫奪銜頭 又是個什麼故事呀? 不是吧 損世界小姐都能夠走後門 後續事件發展更是令人驚訝 有網友發出中國證券協會的紀錄 證明她學歷造假 沒有拿到碩士學歷是本科生 而且她在華東交通大學畢業 卻修改簡歷為上海交通大學 自稱在某會計師事務所的風險部實習 和現實中的部門設置不符 不止趙立堅 中國戰狼不管走到哪裡 就出醜到哪裡 佩洛西訪台之後 戰狼外交官全球出征 中國駐北愛爾蘭會以法斯特總領事 將美方近日就在推特上 貼出一張美國侵略史時序表 卻鬧出笑話 當中竟然包括美國獨立戰爭 和二次世界大戰 激起網絡熱議說 中共以日本侵華不斷挑動民族情緒 今日卻又將當年幫助中國 擊退日本的美國 反咬為侵略者 在張美方的貼文下面 湧入了很多留言 網民提笑皆非質問 所以你的意思是 美國應該讓日本帝國佔領中國 而不應該干涉? 而據美國二十多年的 前八九學運領袖周峰所 向自由亞洲質疑 將美方的說法 缺乏常識和邏輯 莫名其妙 但他認為戰狼的言論 可能無意中透露了中共的真實想法 據說以前毛澤東 曾經多次感謝日本侵略 因為那個時候中共內憂外患 中共正好是趁著日本侵略的時候 壯大了自己的力量 最後武裝奪取了政權 難度反映的是這個? 旅居英國的華人作家馬建則認為 美國在議戰後不信中共 造成了今天的禍患 美國當時認為 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 共產黨當時可能是傾向走向民主 因為他們當時的口號 確實是要學習美國民主 但是等中共戰勝之後 就成了世界最可怕的一個威脅 也就是極權改變文明 改變自由社會的一個最大的威脅 實際上 中共外交官的出征言論 近年在國際上頻頻觸招 笑話百出 令外界看到 如今中共外交官 都是些缺乏常識和邏輯性的 就以為在前線衝鋒殺敵的戰狼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你的 好久的 好久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